哈囉 各位 我又在台上 不過這次就是在當講者 那這次我就短短的20分鐘 所以就快速的就是 稍微講一下這樣 那以前 其實我先前推開OpenStreetMap的時候 都會強調說大家去來畫地圖或幹嘛 一直貢獻資料 但其實應該還有一個面向就是要 我們要怎麼去利用OpenStreetMap這些資料 然後達成我們想要的東西 等於說做視覺化或是資料分析的部分 那這邊問一下就是大家 就是應該都是有聽過 還有甚至會用過的 可以問一下有用過的 OpenStreetMap可以舉一個什麼 不論是做視覺化或是做資料分析 所以這樣差不多是三分之一左右的狀況 那這邊就簡單介紹OpenStreetMap這些基本資料 大概在台灣這邊社群發展有十年的時間 然後我會簡單用一句話就是說 是地圖版為100顆 就像剛剛Peter Wolf這樣也有講到這一點 那最近有這個slogan 就幾年前的時候 在反服貌的時候就是 有一個slogan然後就仿造 就是自己的地圖自己畫 我們就可以畫比較鄉土的部分 可是一般商業公司比較沒有興趣 比方說一些登山步道等等的 其實Google其實沒有那麼 它資料沒有那麼好 它還有一個特性就是它的Tag有彈性 所以可以做一些像是 台語地圖的 可以把羅馬拼音就是把它加到 台語的那個名稱的欄位裡面 那在全世界的話其實它有相當有名的一個應用 因為它可以即時的去編輯 所以它可以做災難的救助地圖 好 那這邊的話 其實就是我目前就是 研究之後就帶有這幾種的一個 類型的一些套件的部分 喔對 剛剛忘了講就是 我這個 slide就是有在 我有丟到Github上面 然後在那個HackMD的那個筆記裡面 也有那個相關檔案 所以如果說你自己有電腦 然後剛好就是有Jupyter Notebook的環境的話 就可以自己載下來 OK 回到這邊 那這邊大概就五種的一個部分了 其中第三種會比較專門 因為它必須要對OpenStreetMap的 資料結構 大家有些一定的認識 不然其實可能一開始碰的話 可能比較不會那麼熟 所以今天是不會講OSM Python Toys這塊 那這幾個的話就會 第一個 Request Join 跟Overpass API的方式會來講 然後比較進階的套件 OSMNX 以及可以做一些視覺化呈現 Folium 會稍微帶一下 那首先就是比較 一般有在做爬蟲或幹嘛 應該在Request跟Jawson 應該都蠻熟悉的 那它的好處就是 你只要熟悉一些相關網路套件 就可以直接用 拿來取用OpenStreetMap的資料 但它壞處的話就是 你可能就必須熟網頁架構的這一塊 還有API的擷取 就是基本指令的部分 才會比較好上手 那目前的話 OpenStreetMap的API有這幾種 第一個是官方的 但比較少用 那如果說要取用特定的東西 比方說我只是想要 台北市行道樹 那我可能用Overpass API去擷取 那還有一些其他第三方API 但是就是要看 那些公司的一些收費政策等等的 那提供的一些服務也不盡相同 那就是在 如果說各位有電腦然後有專家環境的話 就可以執行了 那這邊就解釋一下 這個是用Overpass API去做連結 那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6.3是指那個 台北市的護育症系統的代碼 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搜尋台北市範圍內 所有的餐廳的資料 那就是把那個 request的query 就是直接就是連到 Overpass API這邊 那得到的結果是這個樣子 就是用 那 去把它那個市流化之後 得到我記得那數字大概是 6000多個點 6000多個點位 剛剛上一張有轉換 有把一些用建築 在一整棟建築物的餐廳轉 已經轉成點位了 所以plot出來的部分 就是用 就是XY的plot圖去呈現 那如果說 各位有看到這檔案的話 可以去點Overpass API出來 那就可以直接拿到那個 全台北市所有的餐廳的資料出來 那如果 我就點一下好了 我點一下 好 那點一去之後 它就會執行了 Overpass 就要解釋一下 Overpass比較特別 就是它 因為Overpass API是支援 XML和JOSEN的輸出的格式 但Overpass Turbo的話 它有 支援就是輸出為JOSEN 格式 那對於後續處理的部分 是比較方便的 我比方說可以直接用 GioPandas去處理 然後進一步做一些 資料科學相關一些分析等等的 好 呀 回到我的頭影片 先 欸 我的頭 等一下喔 不好意思 小黃不喜歡把它關掉 重開一下 好 那假如說就是各位有把那個 用Overpass Tupper下來 JOSEN的檔案的話 那如果把那個 用GioPandas去開的話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就是有些 就是它會把那head的無筆 前無筆資料把它載入 載進來了 那就可以看到說就是相關的 Opensure Map的一些 TAG的部分 然後照就是 A到Z的方式去排 所以 首先出現是有地址相關的資料 比如說 Country用TW的格式 然後還有一些 它所在的那個 行政區等等的 那我可能 第一步不是那麼的 對地址沒有那麼感興趣 我可能關心的是 這家餐廳叫什麼 那有沒有英文的名字 然後菜系是什麼 那就可以指定說 就Columns要用哪幾個欄位 才顯示出來 那就顯示 中文、英文 它的那個菜系部分 還有它是否有在外送 外帶等等的 那這邊進入到下一個部分 然後我還有 十幾分鐘左右 那這套的話是 OSMNN是相當強大的一個 Python的套件 對一般就是可能 對程式設計 Python沒有那麼熟的人 然後可能是其他背景 沒有要是都市計畫 空間分析等等的 其實這個套件其實 是蠻合用的 它其實是 從Network NX 衍生出來的一個 Python套件 它可以做一些 簡單路徑分析等等的 然後是 接OpenStreetMap Overpass API 去做這些分析 去取得資料 然後可以做後續的分析 那這邊就是它執行的那個 的那個指令 這部分是 喔 這只是簡單一些 那個它版本的資訊 就OSMNX的版本部分 那這邊的話 OSMNX必須是先 去指定 某一個特定範圍的資料 然後把它下來 下一下 那這邊選的是 台北市大安區的部分 這邊可能特別提醒一下 就是大家 如果實際有OSMNX的話 如果說選的範圍太大的話 比方說整個台北市等等 它可能就是要花蠻久的時間 把東西下來下來 因為它是不只是選 特定 比方說 台北市產品 那可能比較快 但如果是整個台北市 所有的資料的話 它會花很久的時間去執行 那這邊就先跑出一些 基本的資料 比方說就是 它的一些中位數啊 等等 不要跟統計相關 的一些數據出來 那這邊的話就是把它那個 那個錄網給Plot出來 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可以用這張圖去 進一步就是 把它放在 比方說MathPlot 這些那個 視覺呈現的一些套件部分 然後 我們可以呈現 比方說餐廳的分佈 或是 建築物的狀況等等 然後可以做一些 進一步的一些分析的工作 那這邊的話就是 執行 這是轉那個資料格式 轉成GeoPanda 是一個格式 然後我們才可以用 那些Pandas的一些 功能去做分析 這部分的話 這只是簡單的就是 看它的資料型態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是 用GeoPanda Panda 這個功能去 把那個 去看 大安區這邊那個 物件 這個區域的性質 所以就會有一些 東南西別那個 它邊界的那個 的一些數據部分 就是它 經緯度的資訊部分 然後下面就 MathPlot 就簡單的把它 大安區的範圍 給Plot出來 那這個畫 那這個畫是 這些基本的統計的 就是 東西南北的邊界部分 那這個畫是 把那些資料部分 建築物部分把它取出來 那這個簡單的 就是用Land的那個 函數 去把建築 數量數出來 那目前大安區在 在OpenStreetMath上 大概有6000棟以上 的一些建築物部分 OK 這是 跑那個 建築物的資料的一些 前幾筆的資料 讓你知道 大概的那個 資料的狀況是怎麼樣 這跟前面那個 餐廳的選擇 這部分的話 就是把 所有Building 可能有的那個 欄位部分 就把它整理出來 OK 那這是把 OSNX 我們下載整個 大安區 台北市所有的資料部分 把餐廳部分取出來 這也是 基本的那個 把那個 一些欄位部分 把它整理出來 OK 這跟前面那個 這個 我們用 直接用 GioJocent 然後把 用 GioPanda去開的時候 是類似的 因為OSNX 本身是有包 GioPanda的功能進來 所以其實可以做 類似的事情 OK 這是一些基本的部分 OK 這是一些基本的部分 這個跳過 沒有 沒有講 因為這兩張的話 主要是 我們要做最短路徑分析的時候 必須把 道路的交叉點的部分 那些數值都取出來 然後再一些交叉點的部分 去做一些導航啊 或什麼的 但這次 對 這次 延價就要20分鐘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時間講 好 那這部分就比較好玩 就是我把那個 前面那個 我當然去那個 Polygram的資訊 還有建築物的那些 Outline 還有就是 我打算就是 餐廳的部分 也把它做出來 就把它點出來 就是呈現在下面 下半段 這個 圖的部分 那餐廳部分 可能比較沒有 看不太出來 目前就把那個 建築物部分 Outline 就是把它打在 底圖上面 這個部分就是 轉那個 座標的部分 就是 應該下一張 這兩張是把那個 轉成台灣標 慣用TW97的座標 作為SMNXA支援 就是各地的不同的 一些座標體系的部分 然後去把它就是 轉成台灣這邊 比較慣用的座標系統 那最後的五分鐘左右 五分 因為我們這個軌 其實是OSM跟 Wikidata的部分 這邊就稍微講一下 就是 Python 怎麼用Python去取得 Wikidata上的 這些資料 那就直接是用 我們來查查看 Wikidata上面的 OpenStreetMap 資料是怎麼拿下來的 那這邊的話 就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這個 Wikidata Query Service 這個服務 那我就可以找說 在台語市範圍內的區 這個行政單位的部分 它有一些資料 那我要它顯示是 它的第一座標號 OSM的那個 那個編號 OSM Relation的編號 那跑出來的結果是這個 然後就發現它其實 前面它有一些歷史的一些區 如果各位如果是有 就是出生在台語市的 可能就有聽過雙圓區 建成區 景美 木渣區這些 已經被撤銷 被合併的行政區 那下面的部分 就是 就是現存的 這12個行政區的部分 它這 第三個欄位的數字 是OSM對應上的 Reation的ID 最右邊這一欄的話 是它的中心 可能是它的中心點位的那個 座標 或者是它的區公所 所在地的座標 那同樣就是它會可以 如果說經緯度的資訊 它可以Plot在地圖上面 那我覺得 KIDATA Query Server 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有 它有一個就是 匯出的一個按鈕 它就是可以支援就是 如何用不同的程式語言 或者一些標記語言去呈現 去呈現 這次 這一筆 Wikida Query 的那個 資料的部分 那就可以就是把它 弄在 用Python去讀 讀出來 然後 再用Python 進一步去做處理 那最後的話 就講到 就是 Python上會常用一些 地圖套件 有一個是 iPython的那個 Display 的功能 還有Folium 這兩個 那這個的話 是 iPython Display 的部分 你只要給它那個 經緯度的資訊 它就可以呈現出一個 地圖套件 那不知道為什麼這個 顯示有點不正常 但是它 是可以內籤出一個 內籤一個那個地圖框出來 你可以畫動的 那這個的話是 Folium Folium的話提供比較多一些功能 的部分 比方說我可以加一些標記進來 雖然說它的那個 點好像讀不出來 這應該是一個 類似那個 氣球的那個標誌出來 那可以標誌說 今年的Costca 2020 是在 邰克大 沿洋大島去巨星的 那我可以 也可以加中文字的部分 但是 說 是沒有加嗎 好 這張 各位可以注意 我打了中文字 沿洋大樓 但是有個問題 是那個 它在 這邊是 有成群亂 但其實它實際上 那個 黑漆毛檔案是 在 有在的 我的 好 那我就開一下 我就事先輸出了一個檔案 的部分 那我點進去 其實它 如果是用一般瀏覽器開的話 其它中文是可以正常顯示的 下一個 下一個 這部分 OK 這是把它 把那個 那個 Fordium的那個地圖把它輸出出來的 那我這邊 就講到這裡 就簡單就是帶到幾個 Python的一些 套件的部分 那我時間應該 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問一下 不好意思 我剛才看到那些數據 數據的位置 它好像都是 位置坐標都是直接用 實際地圖的 經維坐標 那還是 它有辦法轉成一些 就是 當地區域的 地質部分 就假設我在這個 這個 現在的是 沿洋大樓 它的 台灣的地質坐標這樣 你說地質資訊有這塊 目前的話 因為 還是要看OpenStreet Map那邊的 地質資料建的完不完備 那以台北市來講 其實那個地質是慢慢有在 大家有在注重這一塊 所以也許 我打一個地質串進去 它就可以輸出出來 但是 最後牽涉到 就是 OpenStreet Map用的那個 Gio Coder Gio Coder 叫Nominate 它其實中文資源沒有那麼好 所以你可能必須 是用英文的邏輯去輸出 先幫它 幫它斷詞 你才能得到 比較正確的 那個經維度 出來 有啊 它有就是 比方說城市 哪一個城市 比方台北的話 這邊 它也是 金融路四段 這些 它有對應的欄位 對 對 只是在那個 剛剛提到 Gio Coding這一塊 它其實中文資源 是沒有那麼好的 對 好 那時間 黃老師 我想請教一下 如果說我想要放到網頁上 那你拍廠寫好 然後再來是用Flask 還是Jungle 還是你會建議怎麼做 這部分我其實是沒有碰的 就是 我只要是簡單用Folium去 去簡單的做 基本上應該只要有內 有辦法內遷進去 應該是都可以 老師剛剛提到那兩框架 應該都可以處理 好 那我這邊演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那我就把時間 就交給 下一位講者 Moke 的部分 那就請他 上來